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成都拍戏,离开滤镜,被嘲讽太苍老 最近,有网友拍到了迪丽热巴在成都拍戏的照片 照片中,热巴一袭长发,身穿长衣长裤 不得不说,演员也不容易啊 成都那么热的天气,还要舞这么多 迪丽热巴现在可是快三十了 再过一个多月,她就会成为三十多岁的人了 而且迪丽热巴平时也很注意自己的容貌 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老 而且她的肌肤也非常的好 一点痘痘都没有 让她成为了许多年轻女性的偶像 可能有细心的网民已经看出了这个问题 迪丽热巴的茶馆也很有意境 从事者到路人 从他们的头发和皮肤上 他们的皮肤和头发 似乎都不是成都的本土女孩 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公诉精英的制作规模很大 也很有内涵 而此次迪丽热巴的合作对象 正是知名的佟大为 佟大为的演技 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 佟大为在这些年的苦恋中 已经将小男人这个人物刻画的非常到位 并且还参演了很多的精品影视剧 迪丽热巴此次能够与这样一个出色的男主角合作 想来在自己的表演上 一定会有所提升 这张照片 被部分网友说迪丽热巴老气横秋 离开了滤镜啥也不是 我只想说 这和你像素没关系吗 这颜值还是能秒杀很多人的吧 远处拍到的 探讨交流剧情 工作人员给迪丽热巴打伞 周围人也都是短裤短袖 还是很吃迪丽热巴的颜值的 新疆美女呀 好看 附上一张迪丽热巴工作照片 杨幂从容自然 迪丽热巴经验 女星下车的样子她最有范 香车宝马 出门豪车接送 大概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 对于明星的印象了 的确 有时候出席活动时 女星盛装出行 那下车的瞬间就是可以 展现很多女星时尚的时候了 霍丝烟年轻时候给人一种 小清新的蠢蠢的感觉 一度觉得她的形象就是这样了 但是这一身豹皮纹紧身裙 时尚火辣 一身白色的西装外套随意的披在肩上 看起来很狂野啊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内 兢兢业业努力上进的有位独立女星 这几年迎来了她发展的颈喷时期 头发一丝不苟的疏在两侧 纤细的手臂 配上精致的妆容 原来不知不觉可爱的圆脸影宝 也可以美得这么干练 当老板的杨幂眼光很好 旗下艺人发展潜力高 当艺人的大秘密 已经锻炼出来一种淡然的气质 下车时也是从容淡定 气质满分 作为杨幂旗下发展势头最猛的艺人 迪丽热巴的颜值无疑是很能打低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她五官硬朗 柔弱美人估计和她沾不上边 但是这张下车照 捧着身材口防止展露的她 美得像是走出话来的并交佳人 令人惊艳不已 虽说范冰冰已经瘦了不少 但是如果穿衣服很不得当的话 看起来也是胖十斤啊 这张她搀扶着助理的手下车的姿势 一如既往的霸气 就是体型有点壮壮的感觉 刘亦菲仙气飘飘的形象在圈内 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身穿黑色紧身吊带连衣裙的她 也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魅力 尴尬的就是可能是裙摆过于狭小 所以下车的时候步子迈不开 有点小尬 有美女助理搀扶着 旁边还有高大帅气的保安身处绅士之手 刘诗诗下车的派头也是十足的 如果吴奇隆在的话 大概会更加体贴吧 想遇国内外盛名的拱力 自带一种气场 下车时踩着十厘米的恨天高也是不带怕的 要不怎么叫拱黄呢 饭就是这么足 如果说要选出一位女星下车最有饭 你会pick谁